我講話以前 那個啦 我講第二次了嘛 對 可是格瑞士沒講半次 我怕他甩那個板子 哈哈哈哈 開玩笑 他下一個 你不要擔心他 今天穿了 今天穿個虎斑貓的衣服 因為我跟你講 不一定是咪 然後人家說 可能不是小隻的咪 是大隻的咪 那你知道大隻的咪是什麼嗎 虎啊 所以他就穿虎斑來啊 是是是 然後我跟你講 機要是什麼角色 機要就是排行程 跟送錢的角色 機要也包含送錢 當然機要最輕的叫機要嘛 對啊 真正的 你就就公務員一樣啊 真正你的那個黑官啊 你的機要那才是要害好不好 哪裡是有 有那個公務員資格的 那些文官的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 他的錢 很重要 他的錢 如果他行賄的話 有兩個兩個管道 錢怎麼來 第一個就是工程款啊 你拿到標了工程 就可以去銀行搬錢嘛 用那個工程款 他現金很少 第二個他賭場贏 輸錢 他輸錢用欠的 有時候贏錢會拿走 或者神經的習慣 你們了解神經 我問他一些朋友啊 什麼 所以他的錢啊 大概至少比較清楚 那個9億嘛 4.3跟5億有沒有 兩批錢 我認為機牛從這邊查 比較確實啊 好 那所以呢 機要竟然昨天出現了 你知道嗎 機要 對 那機要出現代表什麼 我問你喔 如果 搜索是不是機要 給的線索 就是我 你知道中華工程這些 我是記者 我要跟 你跟過那個威京小省 老闆的事情 講一下 講一下 照的那杯 怎麼可能會說好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電話訪問 你幫我便印就好 你不可能打個電話 堵個麥克風 一定是要有中間人介紹 或是有相當的交情 沒有 而且我 他不可能一直換機要 他不可能像高宏安一樣 起30個機要嘛 所以機要是 框框裡面非常限縮的人 他還敢出來講 機要 我跟你講 機要至少供出一點 就算他不是送錢 他會跟 難怪講 哪些 這些匯款是誰去送的 誰管錢的 錢不可能神經自己送 同時司機也出來了 所以我跟你講 男人最怕兩種人 第一個是前妻 對不對 第二個是司機 難怪你到現在都沒有 我都自己開車 我連那個都沒有 我連妻子都沒有 何況前妻 所以呢 我認為這個機要是非常 機要的說詞 朱雅虎的說詞 司機的 雖然都不上 從2013到2016 2017比較正式開始接觸 金華人跟阿伯 這機要都出來了 我看機要也跑不掉 我延續 那個連話講的 其實可以 這個案子已經收網了 不然怎麼姓唐 唐錦然官怎麼去辦 那個超市的袋 我認為金流也找到了 所以阿伯 我覺得這個整個風向 是非常危險 兩個月之內要拼 起訴結案 所以皮可能要繃緊一點 阿伯 我們現在都是用周邊的 去做判斷 那因為那個檢察官 唐仲慶檢察官厲害 他可以一邊辦一個超級大案子 而且政治現金的金流 其實蠻難去掌握那個脈絡 對 他可以同時說 超市 但我也要辦 那是不是他在這邊 已經合理的 我們覺得他整理好了 他大概的 其實唐簡辦超市 但是有一個用心良苦 就是讓司法復活 因為辦阿伯的時候 小草說司法死了嘛 那辦超市 司法就活了 他辦一個綠的啦 對 戒失還魂 對 那因為那個 就是衛星小省 他比較是 國民黨系統比較熟悉的 所以小平哥 我再補問一題 就是他當這個 黃大洲收200 然後金華城同上陳育坤收200 還有一個人 就是大家想說 你這個真是勞苦功高 這個協理宋坤人 為什麼可以拿450 特別多 那你覺得這個錢呢 他們是過路財神嗎 還是的確 怎樣 你搖頭是什麼 真的給他們的錢 真的給他們的錢 這些錢加起來太少了 太少了 太少了啦 這個錢在4.3加5億 9.3億裡面算什麼錢 這些人是真的幫很多 黃大洲就交起 黃大洲是 這個從那個 工變商 工變商是黃大洲 開始弄的 所以這力量很多市長 我們不要講嚴格 不要講歷史了 這些是他們的錢 因為他得到200億 加容易得到了300、400億 這些錢是九牛一毛 那他也是真的一個很大方的老闆 他如果對這個私企一樣大方的話 就沒在意 平常不會大方 錯 平常不會大方 成功了就大方 省基金是不見兔子不殺鷹的 沒錯 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些錢絕對不是匯款 我認為就給他們的錢 好 那阿美我要請教 有關於這個金華城案的一些細節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 金華城調查小組 把他們的結案報告丟出來了 對不對 那這個報告當中 你可以看 已經開過10次會議了 那這邊呢 我就舉幾個例子 其中趙宇翔議員就問到說 那我問你 容積獎勵是誰拍板的 因為彭政生不是有去接受調查嗎 是不是市長最後決定的呢 那彭政生回答說 當時是一個創設性的名詞 就是說比方什麼容積獎勵 又智慧 承信認識 承信什麼宜居承示 這個東西 所以我自己 我不感覺 我沒有決 是由市長去決的 然後呢 他說市長的腦筋 也不會比我差 我不知道這句話有沒有弦外之音 然後游淑慧就請教說 好啊 那三份原本你彭政生就可以決了 你為什麼要往上送呢 然後彭政生就說 因為他看到準用都跟條例 準用這兩個字 搞不清楚 那到底是要給多少 這也不是我副市長 陳其可以決定的 所以他沒有決 他覺得有點敏感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彭政生不單 彭政生要柯文哲自己單囉 這個精華城調查小組 其實我們下禮拜一 還要再開一次會 要把我們整個調查報告 給訂稿 現在大家在網路上 只是因為你們的調查記錄 現在網路上 大家看到很精采 是每一次開會的逐字稿 我們都全部公佈出來 讓這個社會大眾 都能夠看逐字稿 來參與我們調查 跟問的過程 彭政生他那天來講的 其實我覺得 他的宗旨非常簡單 因為他來議會的時候 他已經被檢察官傳喚過 所以他來的時候 他的策略就是要把責任劃分清楚 他有講一件事情 在那次會議裡面 他說先前一開始 有人帶金華城去找他 叫他把金華城案 送去都委會研議 彭政生說 他跟黃錦茂 都認為私人的案件 不能送都委會研議 因為要送都委會案子 一定要經過都發局 這就是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好像很平淡的講 這個過去 有人接觸他 可是不要忘了 最後應曉為跟柯文哲 變當會之後 整個大轉彎 柯文哲才是把金華城案 送到都委會去研議 所以彭政生講這段 他要表達什麼 我一切都是被迫的 他要表達的是 私人案件送都委會 研議跟他無關 那是跟誰有關 不就剩柯文哲 因為他跟黃錦茂 都覺得不疑 副市長都發局都覺得不好 那只有市長覺得好 才會送過去 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私人案 送都委會去研議 這個用我們都發局的都委會 來當金華城補習班 班主任是柯文哲 是柯文哲下令的 第二件事情 他來講的是那個公展 榮獎公展這件事情 是彭政生不敢蓋的章 那天他在那個會議裡 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他覺得准用容積獎勵 怪怪的 他不敢蓋這個章 所以我們特別問他說 那這個章是柯文哲 自己要蓋的嗎 他說是啊 是柯文哲自己蓋 柯文哲自己蓋 所以柯文哲自己蓋的 這個表態算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想他那天 既然在議會這麼說 他在檢察官面前 應該也都是這麼說 就是要覺得是柯文哲自己要覺得 那這就是柯文哲 整個面對司法裡面 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當彭政生 加上如果黃警茂 都覺得都在檢察官面前說 這案子是市長的意思 那柯文哲就絕對沒辦法 再去辯稱說 他都不知情 因為現在柯文哲等於是躲在都委會的背後 躲在所有委員的背後 可是不要忘了 彭政生是都委會的主席 都委會是他主持 然而在他主持之前 柯文哲叫他當金華城案的PM 他那個時候 你知道大家看應曉為便當會的紀錄 大家都說彭政生有去 彭政生在現場 結果他在我們議會 來我們議會的時候 他說沒有啊 他不在 他說三次都沒去 莫名其妙 第三次不一定 前兩次沒有 第三次我也不太相信 他講的話 彭政生 他說他不在 他說不記得了 他說他不在 他是看到會議紀錄 才知道他當PM 嚇一跳 我覺得這個他在檢察官面前 檢察官一定會問他 我們就等著看最後起訴書 或不起訴書裡面怎麼寫 他這個當PM這件事情 你不是有算一個金額 是說他圖利 就比方說 對 我跟你說 是 這個因為他們現在一直在講 說本來就可以獎勵 但是本來都可以獎勵 誰說你可以獎勵 黃珊珊開的記者會講了一大堆 講來講去 只有都市計畫法 第二十四條 都市計畫法二十四條 大家現在上網都查得到 你去查 哪一個字 哪一句話寫說 可以給容積獎勵 沒有啊 還有黃珊氏律師 他說用二十五條獎 你成功到有送過二十五條嗎 沒有二十條 然後用都跟那個二十八來獎勵 就黃珊珊在混淆視聽 我覺得這樣不夠意思 而且黃珊珊 你是律師還講這個話 黃珊珊 他從頭到尾 他只敢講說什麼 榮獎最多可以給二十八 他們現在死咬這句嘛 他說本來就可以給二十八 本來就可以給二十八 我認為一件事情 今天我設立一個獎學金 我說考試考一百分 都可以來領 來領這個一萬塊 結果有一個考五十九分 不及格的來 也給他一萬塊 你說你怎麼可以給他一萬塊 他是坐幣被抓到在場 在外面 沒有在考試 你怎麼可以給他一萬塊 說我本來就可以給一萬塊 你是哪裡說 不能給一萬塊 現在他們就是這個邏輯 為什麼可以給最高榮獎二十 趴 就是你要做到條件 金華城完全沒有做到條件 因為他是一個十八年的建物 他連基本的都根要三十年 這個門檻都沒到 這個建築物稅數都沒到 怎麼可以領老人福利 就是這個問題 十八歲的建物 憑什麼去拿三十年 你是說吳徵領靜老津貼 是不是 類似 如果吳徵領靜老津貼 就是柯文哲為他量身打造的話 那就是這樣子 對 顯然是不合法 以現在來看 你知道金華城他按照市府 跟他簽約 柯市府跟他簽約 要什麼綠建築 智慧建築 任養公園 修補道路 這些我已經幫他精算過了 所有所有的成本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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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加起來差不多七億 可是他多的樓地板面積 他多了五千坪到一萬坪樓地板面積 會為他帶來一百億 到兩百億的租金 或售價的收入 我就問七億換兩百億 這種何康 為什麼只有精華層 所有市民朋友 你們家真正符合資格的老房子 半都根的時候 如果跟你講說 多你700萬成本 可以有1億的樓地板獲利 你一定這樣換嘛 對不對 那我就問 為什麼台北市 放了700萬對不對 為什麼其他人都沒有這種好康 獨家的好康只在精華層 這就是柯文哲治安的問題 黃珊珊變了半天 我本來就可以給他這個好康 我本來就可以給精華層 這個但問題是他憑什麼 從頭到尾講不出來 他憑哪一條 得到你市府的這個獎 所以黃珊珊 他顯然是為了自保 他有個防火牆 彭政生也出事 柯文哲也出事 黃珊珊一定最怕自己出事 所以他這樣辯解化 境界線說 為的是他自己 不是為柯文哲 黃珊珊